不喝? 他後部往下傳到腳 而在這之後呢 他彎腰的角度整個被卡住 這也沒辦法做劇烈的運動 被診斷是椎肩盤破裂 那更慘的是呢 他原本立志要當個工程師 但受傷之後總是腰衝到坐不住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坐著寫程式 因此他去高那間健身房 最終呢雙方以150多萬的賠償金和解 那因為我自己也接過非常非常多 由於重訓而受傷的患者 因此這次影片就要來稍微分析一下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以及我們一般人在做重訓的時候 去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根據新聞中的描述呢 這個案例中有兩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個呢是他硬舉的時候重量過重了 但並不是說超過他的體重算是過重 而是學員已經感覺到不堪負荷 但他還是因為相信教練所以繼續做 那這個時候呢 就很容易讓肌肉代償 用錯誤的肌肉去處理 那第二個關鍵是呢 他在做硬舉的過程中 教練沒有察覺到學員的異狀 卻還是不停要求他速度加快 那本來就已經用錯誤的肌肉處理了 當速度越快帶長程度越大的時候呢 就很難不出問題 而硬舉這個動作呢 主要是在練屁股 雖然看起來像是彎腰舉重 但其實彎下去的動作呢 可以被拆解成彎框還有彎腰兩個部分 而硬舉做正確的話呢 就只有彎框不彎腰 但要是做錯讓腰部彎曲負重的話 就會容易造成追尖盤被擠壓出來的狀況 因此在做硬舉的時候 他的重點會是保持腰部打直 並且感受臀部有在處理 趁的時候呢 要是做得太急 就會很容易失去掌控肌肉的感覺 變成腰部處理而不自知 因此才造成追尖盤破裂的殘距 而我們可以把追尖盤想像是個水球 它就在我們的脊臼骨之間 而平常我們的腰椎在放鬆的時候呢 追尖盤的水分會在正中間的位置 然而當我們做出一個彎腰的動作的時候呢 追尖盤就會有一個被往後擠出的壓力 而如果你是負重又彎腰的話呢 絕對使了追尖盤的壓力變得很大 像是被擠出餡料的車輪餅一樣 讓追尖盤裡面的東西流出來 進而去擠壓到後面的脊椎神經 造成神機受損的問題 那他輕則就是腰痛腳麻 那重則就是下肢無力癱瘓 所以是個非常嚴重的狀況 那以我自己的心願來說呢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接了數十位 都是因為重訓追尖盤突出的人 其中一位就是從國外剛畢業回來 找個教練想要開始練身材 目標是要半年後去健美比賽 算是比較急一點的 結果呢 他很認真的練了三個月之後呢 就追尖盤突出了 腰痛到連椅子都坐不住 從此之後呢他就放棄重訓 所以如何重訓又避免受傷 才能夠真正保持訓練的成果 那因為我自己固定每週重訓 有上教練課 找個人盯著我的動作 而且督促了每週至少運動一次 那這樣每週一練呢 也練了三年多了 因此我就以自己的經驗 還有患者那邊的回饋 統整出三個要點給大家一點建議 第一個呢是要先學會如何健身 請教練還練出問題這種事情呢 不只在新聞上還看得到 相信你我身邊也是有耳聞 但如果你是個新手 有想要開始重訓的話呢 就還是強烈建議要先請個教練 如果經費充足的話呢 你可以固定時間請教練 但如果經費有限的話呢 你要先至少找個教練 先學會怎麼做重訓 再自己做訓練 因為重量訓練是一個需要學力 了解肌肉如何運作 才能夠做得好的運動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肌肉感受度這件事情了 以前面新聞中的硬舉來說呢 你每次動作完呢都要感覺到是做完 屁股和大腿在痠 而不是腰在痠 這樣才代表說你處理在對的位置上 而這種細節呢 他很難從外觀上看出來 只有教練帶過才能夠了解 像我上個月才遇到一組患者 父子倆呢三年前一起開始 看著YouTube自取的重訓 每天勤奮苦練 結果爸爸呢去年重訓就閃到腰 距離盤突出之後呢 就直接去開刀切除掉 而今年初兒子呢 做完腿部推舉肌之後 結果開始腳麻 也被檢查出検天盤突出 但因為不想跟爸爸一樣開刀 所以才來照看著 而他們兩個的類型就是典型的 自學健身搞爆検天盤的類型 尤其検天盤的外眸總共有十幾層 要一層一層把它弄破 才會真的検天盤突出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 因此他們肯定是 常見健身都有做錯的地方 所以才可以導致這樣的結果 所以一開始有人帶你入門 肯定比你自己亂做還要有保障 不然最後搞到検天盤突出腳麻 終究是功虧一虧 肌肉都會自己萎縮回去 那第二個呢 是你的感受很重要 你自己的感覺呢 有時候外觀上旁人是看不出來的 你自己有怪的感覺 你比較有所謹訊 舉個常見的例子 像是你在重圈的當下 每次推曲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肩膀會劇痛 像是有時候 那個組織有比較嚴重受傷的地方 像是有痛點被戳到一樣 那麼這樣的動作就該被避開 或是要換一個動作 而如果你在動作的時候 都會出現麻還有無力感 或是你的手會有點軟掉的話呢 就想說你神經被刺激到了 那雖然你的動作勉強做得完 但基本上肌肉都是根本沒有辦法處理的 腹重上去的呢 也是肌肉帶長 所以這樣很容易受傷 而我們在重訓之後呢 我們的身體會有顏值性的痠痛感 持續一個兩到三天都算是正常的 時間多得比較長一些 到一週也算是可以接受 可以多觀察個幾天 看狀況會不會自己復原 但要是你在做完之後呢 有出現一整片的麻還有無力感的話呢 這樣通常都是比較嚴重 要有說神經有點受傷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呢 就要有點警覺 而以新聞案例來說呢 那個韓國男大生在做的當下 就覺得重量不堪負荷了 他自己就覺得可能有點勉強了 那就應該跟教練溝通 看要不要這樣一些 不然動作做了也是練錯肌肉而已 那第三個要注意的點是呢 你的關節角度受限的話 那麼重訓的動作就要隨之調整 或是要先處理好關節角度 再回歸重訓 舉例來說 如果你今天在夾背的時候呢 你的背部總是卡卡的 今天腳骨就是夾不起來 那麼你這個時候硬要練背做划穿的話 那麼肌肉通常就會練錯 變成手臂在處理 或是一直跑出聳肩的動作 進來變成肌肉帶長受傷的問題 而要是你今天髋關節就是蹲起來比較卡 寬部那邊的角度太少 變成屁股大腿後側很難吃到力量 那麼在深蹲的時候呢 就會更吃重在腰部還有膝蓋 導致那邊受傷的問題 最後我們來談一下 多數人都應該覺得說 這位韓國男大學之所以受傷 總歸就是教練的專業度不足的問題 而每個職業都是有良憂不齊的情形 作為一位消費者 要怎麼樣去察覺到這件事情 就非常的重要 那我提供出幾個比較可以觀察的要點 第一個呢就是要有良性的溝通 有很多的教練都是運動員出身的 因此之前所受到的教育和訓練都是很高強度的 都是練了貪了之後回家睡覺 隔天再去健身房繼續練 因為他們是要競技比賽用的 但我們這些健身菜鳥 絕大多數根本平常沒有運動習慣 甚至都是下班後直接回家躺床看去的宅宅們 那這個時候呢 要用教練的運動員強度來做訓練 就會很容易受傷 所以一開始要跟教練溝通後 要從輕的負重開始做 先許會如何做這個動作 慢慢熟悉之後呢 再去感受肌肉發力的感覺 等到逐漸習慣的訓練強度之後 再慢慢的加重 而你要是感覺不太對勁 你要主動的反應 不然有時候呢 外觀上看不出來 因為你只要有重訓拉傷之後呢 輕則痛了幾個月都沒辦法恢復訓練 最後只要放棄重訓 那重則呢 變成一輩子的舊傷 後來你的運動意願就喪失了 所以與其一次練那麼重 倒不如循序漸漸的保持安全會比較好一些 那第二個呢 是細節提醒才重要 由於我不是每個健身教練都有學理基礎 真的了解每條肌肉是什麼運作的 可能大部分都只知道大致怎麼樣做動作而已 你只要怎麼分辨的話呢 最主要是看教練能不能像你描述動作的細節 像是哪邊要有收縮感 或是角度要怎麼細微調整 這些呢才是避免受傷的關鍵 也是要保持你做正確的肌肉收縮 像是我前面說的 關節角度卡住了 或是左右邊力量不平均 那這些呢都要給予適當的調整 否則重量逐漸加上去 以及阻速的不斷增加之後呢 問題就會越來越明顯 但如果說你今天在做重訓的時候 覺得每個動作都很卡很不舒服 甚至每個動作都會很痛的話 這個時候呢通常都不是因為無力 或是你還沒有練起來的原因 而是你真的有受傷的問題 那我會建議你要先去找個物理治療師 找出讓身體不舒服的問題點 再回來做的重訓會比較好一些 不然你這樣硬練只會讓你練受傷而已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內容 大家有重訓受傷的經驗過嗎 也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的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看看吧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這支影片有幫助的話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期再見啦 掰掰